路边这栋房子超级显眼 这个角度看起来居然只有一面墙 这能住人吗 换个角度转到侧面 变成三角形的薄片蛋糕 一面窄一面宽 最窄的地方居然只有20公分 屋主大方开箱给大家看 原来房子很正常 因为马路被征收 削减土地 嘉义民雄这栋纸片屋 最窄20公分 最宽不够4公尺 地平剩下5.6平 刚好一层楼就是一间套房 房屋20公分 最窄的空间就规划成厕所跟楼梯间 地平小连厕所门尺寸也小一号 网友笑说这地震起来应该很刺激 可以住纸片人 感觉强风一吹就会断掉 同样是薄片房屋的 还有高雄这一栋 最窄的一侧只有28公分 最宽的另外一边也只有2.5公尺 只有4.5的坪数 还是兼营业中的建材行 你说你有感觉吗 那都没在事啦 很窄啊 怎么住人 独一户啊 然后很奇怪 这个感觉很危险 就会晃倒那一种 而且感觉空间很小 机器纸片物因其讨论 再小都有人住 宽的正面是店铺 窄的空间就摆东西 把基林地发挥到最大用处 成为值钱土地 这就侯国文金献中林志会 嘉义高雄综合报道